哈喽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在美丽的马柳西边 咱们两台房车驻车了两天之后呢 就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了 今天的气温突然间升高 所以也逼得咱们不得不离开 然后继续寻找避暑的好地方 我们现在整理一下咱们房车留下的生活垃圾 然后整理完了咱们就开房车继续出发 在上方呢有一个坡还是很陡的 我这个大通V80C型房车爬起来还是挺吃力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吃力 通好吧 我连空调我都没开 大通啊 大通 大通就是这个爬坡能力差的 其实其他都没啥毛病 它这个坡是真的很陡 切换成手动挡 一挡爬上去 OK 我到门口去等他们 他们要去加水吧 到厕所那个位置等他们 我们现在离开美丽的马柳西 今天呢温度突然间升高 确实该走了 好热 有点待不住的感觉 我们现在呢前往前江 慢慢悠悠地晃过去吧 不急不缓 是的 对 无形红旗御风潋扎阳 无形红旗御风飘扎 这里歌声多么漂亮 对我们亲爱的祖国 永远走向繁荣富江 在湖北不止腾龙洞有个大洞 这边也有个大洞 好恐怖啊 这个大洞 前面看到没啊 也不知道这个洞是天然 这个洞应该是天然形成的 它叫黄金洞 哇塞 老夸张了 这也是个景区 哎呦 这个洞也好大哦 吓哑 现在的时候被这个洞给震撼到了 那么大个洞 那底下还有人玩 这也是个景区啊 黄金洞 车能穿上那一个月都不用走 是 要多少 那里面肯定还要穿 因为这个洞真的是太壮观了 所以阿廷特意在网上查一下资料 黄金洞呢 古称黑洞 是一个集山水洞于一体的天然石灰岩大洞洞 据考证的远古时期 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 后来随着地壳的不断运动 褶皱隆起成为山脉 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处神秘而美丽的溶洞遗址 咸丰黄金洞所在的这座山呢 海拔高度1150米 垂直落差500米 山顶十风凌厉 看上去宛如一头唯妙唯孝的老虎 与土家族兴奉的白虎图腾高度吻合 因此自古被当地人奉为 金洞神山 黄金洞的洞口呢 就镶嵌在神山的千刃绝壁之上 从洞口上方飞落而下的瀑布 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一道道彩虹 与从洞底穿过的唐牙河相应城去 黄金洞里是没有黄金的哦 黄金洞主洞以太明的总长度为8000米 非常非常深 好深哦 有8公里之长 真的是太神奇了 湖北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个东大不大 起码这个落差有 又有个五六十米七八十米高了 上面的山老夸张了 现在继续走 停在这边不太安全